和平怎么会变成灾难呢 要看的是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名字改掉了吗 好 现在看到在手上拿着这个真的没有错 民进党事议员简约彦 他所接获的民众爆料 是就在民众走在二八公园附近 结果一看哪 这个怎么会告示牌上面写着二八防灾公园呢 你再来看一下这个他们所谓的英文 那么这里面写的是Peace Disaster Prevention Park 其实你直接翻译起来就是二八和平灾难防治公园 那NA呢是议员跟二八家属炮轰消防局 消防局也承诺一个礼拜之内会将告示牌拆除 来到二八和平纪念公园附近 咦 怎么告示牌上写着二二八防灾公园 难道公园改名字了吗 而且下方英文字还写着 二二八Peace Disaster Prevention Park 翻译出来就变成二二八和平灾难防治公园 市议员和家属都痛批混淆二二八的意义 和平灾难预防公园 和平会变成灾难了吗 这什么道理啊 马英九总统上周他才说 他说面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 我们是面对历史一定要就事论事 面对家属一定要将心比心 我们总共可以找到14个这样的二二八防灾公园 也就是和平是灾难的和平灾难预防公园 是不是台北市政府有意 用这种防灾公园设置这种好的观念 事实上在行消除二二八这种纪念意义 会叫二二八防灾公园 是因为市政府为了宣传避难场地 就将防灾避难所设在台北市12个公园中 不过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馆长和消防局都认为名称确实不妥 会马上改进 我个人认为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这个是有瑕疵 拆除的时间我们预计希望 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完成 那正式的排弦 那我们会在召开会议之后 比较慎重的去考虑到 有没有一些联想性的问题 台北市府表示 一面指示牌成本约2930元 加上安装和拆除费用 一面约300块 加总起来大约花5万块就能完成 将在一星期拆除完成 避免让二八公园搞乌龙 战略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喜苏 台湾 matters 未经许可,不得出品的